傍晚五點多這荷環山的松雪樓下起冰線 時間長達了五分多周 另外玉山跟台中的福壽山則下起了冰雹雨 傍晚五點多台中福壽山下起冰雹雨 一顆顆透明小冰雹 猶如冰球從天而降 停車場好幾台車被冰雹 夾到警報器大響 現場民眾難得看見冰雹 興奮的拿起手機 咔嚓咔嚓拍照留念 快要跟一塊錢一樣大了 滿地的 冰雹大小據說是福壽山 十五年來最大顆的冰雹 雖然說山區濕度足夠 但溫度不夠低 因此中央氣象站顯示不到降雪標準 哇 下到都變白色了 荷環山松雪樓 降冰線 伴隨雨水 地面彷彿被蓋上白毯 浪漫到不行 冰線只短暫下了五分鐘 晚間八點半左右 玉山也跟著下起冰線 東北季風報導 各地氣溫奏向 氣象局預估 六號晚上到七號 三千五百公尺以上高山 有機會降雪 海拔三千一百五十公尺的 荷環山 則是要等到下週 才比較有可能 記者為少女張志然潘欣瑜 台中南投報導 記者前段